炸雞跟我一樣多汁 你今天有準備笑話嗎? 大家知道在什麼時候不能講笑話嗎? 在一點的時候 因為一點都不好笑 一點講笑話都不好笑 會不會太冷? 嗨大家我是丁丁 今天要來挑戰一個企劃 要挑戰炸雞吃到飽 我之前影片裡最多就只有吃16塊炸雞 今天我看到有個店有24塊炸雞來挑戰 看能不能吃娃娃 那我手有帶了一個大餐子 等一下點餐就叫他把它裝滿 我想要點一個24塊炸雞 好沒關係 那時候贏了一杯什麼? 謝謝 而且我發現剛才算了它很便宜 它一塊大概是45元 我覺得現在已經算滿便宜 那有的像我直接昨天也要55元 嗯...也要60隻 只是那個 有沒有 好大喔 OK這裡就有24個的雞腿 然後還點了一些招牌的炸物 還有五罐可樂跟水幣 乾杯 一些... ASM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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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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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叫雞腿算是蠻好吃的 它上面有寫它是溫體冷藏的雞肉 所以不是冷凍 吃起來就是肉質很嫩然後很多汁 我覺得它外皮也很酥脆 然後不會渴太多的感覺 很酥脆大家有聽到我 它吃起來肉真的是雞肉的鮮甜味 它沒有太多過度醃漬的味道 這蠻好吃的 我們沾這個它的招牌的粉13香 吃起來很特別它有一點胡椒跟蘿勒還有辣椒的香味 13香應該就是有用13種的香料 其他我吃不出來 很香欸 我一開始就以為它會有一點辣 結果不會也不會很香 我們來沾這個下一個醬 上面說是韓式醬 跟我想像的韓式味道不太一樣 它比較像韓式甜辣醬油那種 下一個沾這個泰式 看泰式不是一般看到的那種叫橘色 它有一些什麼香菜的感覺 看泰式醬吃起來比較像我們去吃 泰式的蒸魚上面的那種酸酸辣辣的 我吃一般外面比較甜比較稠的那種 再吃這個它的泡菜 韓式泡菜 這泡菜很好吃欸 因為有的泡菜吃起來會比較辣 或者是比較酸 它的是甜甜辣辣脆脆的 我覺得是我喜歡的那種韓國泡菜 因為有的泡菜比較酸 就適合拿去煮湯或者是炒飯 這個就是適合直接吃的甜甜辣辣 來吃個薯條 吃這個雞皮 它雞皮是那種外面脆 裡面還吃得到雞皮軟軟的口感 因為有的雞皮就是外面跟裡面整個是很脆的 雞軟骨 我覺得它雞軟骨也是蠻好吃的 三角骨 吃這個 沒有吃過這個 它說這個叫做雞肉圈圈 就是有包雞肉 一開始我也還以為是釀蔥圈 它吃起來超像雞塊的 就是沾番茄醬的那種 好像好酷喔 芋泥地瓜爪 我現在超爽的 這樣吃一大盤的炸鴨 炸雞跟我一樣多汁 你今天有準備小話嗎 有 大家知道在什麼時候不能講小話嗎 知道 在1點的時候 因為1點都不好笑 1點講小話都不好笑 會不會太冷 我路人在看我 其實我怎麼吃這麼多 你有看到他一臉困惑嗎 我說 這人是熱腰啊 你吃多少 我覺得這個13-3的粉蠻好的推薦 然後菜刺也還可以 然後我覺得它泡菜很好吃 然後還是的話 比較沒有合我的胃口 好 Joel 做 Satan Music 會不會icha hurts 吃東西 吃東西 推薦 來 게임 靠這一根 這莓披霧 啊 很脆,裡面又很軟 裡面的線很香 欸,你幹嘛? 我又被偷走了 你有錄影嗎? 我不知道 你偷吃我的東西,一來都給你去 已經吃完20塊了,還有4塊 我去這裡,感覺超新鮮的,你看他在聽 跟我一樣欸 帥個塊 吃完最後一個 好啦,挑戰成功 我一開始以為就是吃到15塊以後就會感覺超膩 因為上次吃16塊其實蠻膩的 然後我覺得他的調味是比較清淡 他醃料沒有很重,主要是雞肉本身的鮮甜 因為是溫體冷湯,雞肉真的是嫩嫩 大家也可以來吃看看 那你飲料沒有喝完? 可以帶回去慢慢喝吧 可是現在把他喝完嗎? 怎麼了?有要喝完喔?沒有 好啦,這家是六星炸雞,是普攻旗下開的 我剛才想到說,為什麼他的雞塊怎麼45塊這麼便宜 因為這是普攻,就是很大的賣雞肉的廠商貓 所以應該是會這麼便宜的原因 大家可以來吃看看 好啦,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會知道我上面弄到 如果想看我吃什麼東西,挑戰什麼東西 在下面留言網 想知道我更多收視頻的朋友 可以收視頻我的臉書 可以追蹤阿 還有一周圓,在網站裡面 我們再見,掰掰 我看到他上面是有一個24塊機 還有一個40塊機 這樣是多了16塊 我覺得我應該吃過完 下面留言就下次挑戰40塊 你們說好嗎?你們說好對吧? 但我不好 不要 好啦,掰掰 好嗎? fare更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